美国华府的国民球场17号正在比赛的时候 就突然传出这个场外的枪响 许多的球迷就误以为是球场内有人开箱 因此匆忙起身逃离 上百个球迷是乱跑 这个球场是顿时的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最后球赛就只好暂停了 这起枪击案造成了四人受伤 而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球赛比到第六局 球迷却纷纷起身往外逃 原来是球场外传出了枪响 有球迷马上想躲起来 但也有球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球场广播响起 虽然广播一旦要求球迷不要乱跑 但竟然还有人跳过栅栏 就是为了想要逃跑 有球员带头协助球迷逃跑 Tatis开门门 突然他就说来吧 教室队球员 塔提斯一马当先冲上观众席 去把家人带到球员休息室 也有球迷跟着进入找掩护 教室队的日级投手 达比修友当时也在球场还发推文 希望无人受伤 上百球迷逃跑后 其他球迷不知所措 竟然还有人哭了出来 世上枪击案发生在球场外 有两辆车火拼互相开枪 造成私人受伤后枪手已经逃逸 虽然枪击案和球场以及球赛无关 但球赛只好暂停 饱受惊吓的球迷也终于结束这场 看球惊魂记忆 记者会猪 送我报道